蔡理佛權是中國傳統權術男權之一 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在澳門就有一位蔡理佛權傳承人房聖堂 他不單在澳門創立蔡理佛權社團開班教學 還出資在自己的故鄉廣州興建訓練基地廣焦門生 本棋灣區大視野帶大家來到房聖堂在廣州的訓練基地 領略蔡理佛權的魅力 我在廣州出生 我們以前練拳的時候很艱苦 希望在這裡建設一個更好的地方 讓大家在這裡學習蔡理佛 希望將我們這個優秀文化能夠融入大灣區 更好這樣推動我們武術士發展 位於廣州花都區的訓練基地 已經累計培養弟子兩千多人 基地設備齊全 每年進行春秋季培訓活動 同時也在學校輸出課程和教練 將蔡理佛權帶入課堂 我們已經進校園很多手學校了 今年我們在接下來的暑期班 會和澳門的武術界朋友 一起會推動兩地的交流 在暑期班裡面 有些學生會來我們的基地 學習蔡理佛 希望通過兩地的大家優勢互補 希望通過兩地的交流 將我們的蔡理佛推動另一個高度 訓練基地現時有三百多名學員 大部份都是青少年 有些學員年紀輕輕 就已經將蔡理佛權打得架勢十足 其中更有不少的學員 在各種表演賽上得獎無數 練菜裡我已經有一年半了 我已經參加了七八次比賽了 現在 有沒有拿過獎 有 拿過贏獎 玩了大概兩年了 過得挺好玩 因為要我知道有團結心 還有 還可以去表演獎 強身健體最主要是這個 堅定了我的信念 之後自己的內心堅強了一些 我希望以後可以一直玩到老 之後可以技術再好一些 希望可以成為房師傅這麼厲害的大師 在訓練基地裏面 有著超過五十年權齡的房聖堂師傅 仍然在這裡一朝一夕地 向學員門展示賽里佛權的技法 而在大灣區這一片賽里佛權的發源地上 還有更多好像房聖堂一樣的武能高手 正在延傳新教 為發揚中國傳統武術 盡自己的一份力量